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雲愛妃 我在我們不能吃朋友裡面 飾演的是韓可飛 他是一個非常厲害的人 剛剛從第一幕就可以看到 有多厲害了 然後有一天來的時候我就問雲愛妃說 你幹嘛今天穿這麼保守啊 因為我結婚了 長輩要收好 長輩只有在重要節日才能拿出來 好的 幸好我們在開鏡的那天 已經看到雲愛妃還未婚時候的表現 好的 我們要請夏若妍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夏若妍 然後在裡面飾演的是高紫緣 大概就是最悲慘的那個角色 因為看到大家都很火辣 談戀愛的談戀愛接吻的接吻 然後我在裡面就是一直在哭 怨怒對不對 對 特別慘 然後交往十年 他怎麼對我大家看著就知道了 感覺是負心漢的感覺 感覺是負心漢的感覺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劉宇豪 我飾演的角色叫楚客環 他是一個黃金的股市交易的人 謝謝 黃漢英 溫雪狐 哈囉大家好 我是雪狐 我在裡面飾演的是周薇薇 那我在裡面也是按部就班 然後有規劃 有計劃 對 然後有正常交往的對象 然後也有一個意外出現 謝謝 好好喔 拍一部戲有正常跟不正常 太好了 其實當演員是不是人生最幸福的工作 好的 大家也要請這個演員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這個戲裡面有一些 跟平常大家對你們的印象來說 有不一樣的表現 像是沛群 大家對於你的印象一定都是從廣告上看到 當中你飾演的是一個非常討厭的部門小主管 對不對 對啊 然後講話特別提升 不知道為什麼每次看到周薇 都要想要去說他兩句 只是呢 只要他朋友一出現 我就 就是我本人 對 就連怪也講不出來 抖著喬 對 我覺得真好 你看在這個戲劇的過程當中 總有一個在現實時中的這種等同的角色 就是有一個人被欺負 另外一個人就是潤滑季 所以佑愛妃飾演的是人生的潤滑季 超級潤滑 真的 所以我們應該未來找一些不一樣的潤滑季 早點代言 好的 所以佩 她是不是知道潤滑季在一起 不是啦 我的意思是說 我幫佑愛妃增加一些新的收入 畢竟結婚了要養家嘛 對不對 不然老公在另外一個劇組就是超死超活的對不對 好 那現在佩勳要不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演到很機車的這個角色 對於你來說有沒有很安全式的地方 其實不會 因為 平常日常生活都對朋友講話也是這個樣子 其實很機車喔 對 對 什麼感覺就是佩勳整個好像就是 非常的適合一些公務員的感覺 好 因為這身打扮還是因為是這個由頭的關係 是嗎 對啊 因為講話很誠懇 對啊 好 所以在戲裡面看到佩勳本人感覺起來 是那種408文 在戲裡面的表現可以讓大家不一樣的感受 好 請陳穆來跟我們分享一下的戲 岩百陽這個角色就是他有他很 他雖然是個年輕人 但是他有很正很正的三觀 是 對就是 然後卻遇到了可悲這個這樣子的 非常 很滑的一個人 非常滑 潤滑的一個人 在我中間 碰到一個很正的潤滑機 對 然後他突然就是 打破了他的 對他原本對愛情的觀感 所以他就不顧一切的就是 線上了自己就對了 差不多是那樣 對 陳穆在裡面等於 你現在是楚客環的小跟班的角色 幫你的所謂的這個大主管去 不管是籌備單身聯誼的派對也好 或者是幫他應付所謂的這一些 就是很像蒼蠅蜂擁而至的 但是他並不需要的女人伴 所以你在詮釋這樣的角色的時候 導演有沒有給你什麼樣的建議 或者是嚴厲的指導 嚴厲的指導 這是一定的 是 建議的話就是當然你說 你真的要 愛上韓可非 是 以艷麥揚的角色來講 對 對 然後那個時候 老實說我緊張到死 我真的第一次跟一個女神級的合作 然後我可以直接講 第一集我們兩個就創戲了 對 反正大家到時候看 你怎麼可以爆雷 有說你可以爆雷嗎 大家不知道 可以啦 OK的 因為我們不能是朋友 這麼多集當中 好像沒有一集沒創戲 所以OK的 我們有拍這麼多嗎 我們有 剪碎吧 我們就分幾剪啊 就是這一集 譬如說 周瑋瑋碰到楚客環 他懷念李浩依 然後他碰到李浩依 又懷念這個楚客環 這樣交叉 我們對剪嘛 對不對 所以到時候沈默在裡面 是怎麼樣打破他的三觀 跟這麼正的女神在一起 大家可以感覺一下 好 對 就像是 麥可樂 麥可樂 是 這個是你們 是編劇想的 還是你們自己現場 重心出來 像是我們大家在讀本的時候 然後讀一讀之後 導演常常會跟我們討論 或是我們演員們就會互相 就是激發彼此的想法 對 然後當 其實誰說到懷可的這件事 然後我們整個團大笑 對 反正是導演說的 是不是 你看導演把他所有心理念 對於這種就是 氣泡式飲料 碳酸性的力量全部發揮 是玲蓉姐 玲蓉姐 玲蓉姐 是不是最近有點 需要喝點可樂 需要的可樂嗎 不是不是 是阿雅北響的 是不是 原本的 對你看我們的原著 把這個我們不能是朋友 大家如果想要更進一步的 所有的暗號都寫出來給大家了 好 所以 男人飛在裡面飾演的這個 韓可飛這個角色 對 應該沒有什麼對你來說 不敢嘗試的地方啦 哇 可是這一部分 我真的是付出很大的勇氣耶 因為 以前雖然說我有拍過寫真集 或是我的尺度比較大 但戲劇我是很保守 尺寸也很大 對 我會 對 因為我主持過他的內衣的太多活動 而且就是導演給的指令都很厲害 我這邊分享的第兩個 我第一天拍的時候 他給我的指令就是 把褲襠拉鍊拉開 我想說 哇 這個指令 是拉誰的 拉對方的 然後我想說 天啊我這人身比我拉過別人的褲襠 壓力超大的 你人身比我拉過別人的褲襠 都對方直接先處理 就可能對方會比較主動 都屬於被動的感覺 你看當演員是不是很好 被動主動都感受到 是 而且我們在第一集當中 可以看到韓可飛這個角色 他被大家灌上玉女 所以呢所有女生不敢在現實生活中 傳達出來的那種心裡面的渴望 都可以因為韓可飛而實現 所以呢 韓可飛跟顏百羊的組合 以後就是到時候我們上就是 人家不是什麼CP 什麼CP嗎 對你們是韓洋CP人 韓洋不對啊 韓可飛跟顏百羊 這個韓洋有點怪怪 韓洋哪個韓 哪個韓 韓是他這個韓洋 是你的海洋臉 想要哪個洋 我也不知道 太陽跟洋是不是 我自己說要很有韓洋的意思 好不好 我們內外深修 對 那年輕輕輕的想 因為有的沒有的 跟劉宇豪一樣 好的 那我們接下來 他教的 好 很傷心嗎 我就是整部戲裡面的悲傷代表 既沒有床戲 也沒有吻戲 連擁抱 我們見面就是在吵架 對 唯一的就是有跟 以豪有肢體接觸 還是就是那個 打巴掌的那樣接觸 對對對 打巴掌以及就是 可能總經理夫人把我的手 然後大家在後面是 對 還是那種可能就是大概只有 走開 哈哈 就是也太入戲了 這樣而已 然後就是唯一 我們最親密的戲 是 然後他就是吵架 然後從第一集 吵到後面 以及他就是 吵到殺心的那一刻 覺得 哇我們終於結束了 終於吵完了 吵到那時候 我覺得因為 就是 以豪他有一部 特別厲害的電影上 對 然後想說 我要去看 但是可能我覺得 我抱著對他太深的 奔意 對 炫念 那個氣 我就是 怎麼看都好氣 就是人家是感動的哭 我就覺得 我好委屈 然後就是 對 終於讓他得病走了 的感覺 對 然後到殺心那一天 我真的忍不住 我就打了他一下 很好 太氣了 真的 這就是戲當中 可以把真實的情緒 能夠完全投入 就代表這一對的感情 是真的成功的 完全讓大家投射在裡面 而且明明若言辣成這樣 美成這樣 在裡面卻要包得那麼緊 你會很生氣嗎 這點是還好嗎 我就比較氣 就是一天到晚要抓他們 兩個 對 會怎樣 以後的你 副業也可以就是 兼差做一些真心設施 可以 如果這麼會抓的話 我可以教就是一些 女生如何抓 找到蛛絲馬鏡 對 不要以為他們說 我們只是朋友啊 其實裡面這些表情 跟這個聲音的性微變化 都代表了一些不一樣的原因 好的 尊祺君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裡面的李浩依 李浩依在戲裡面 他的夢想是 最實際的夢想 他就是想要在他邊買房子 然後結婚 生小孩 所以我在這部戲裡面 除了學習就是 我們的主機選擇之外 我還學到了很多省錢的方式 省錢 對 比如說我們有一場戲 我們在自助餐 你自助餐就可以 可能五十塊六十塊 就可以吃飽一餐 尤其是那個湯 湯就是可以無限喝 而且我還學到恐覺 叫做輕放刀編輯 我還那時候拍的時候 還特別找了一個 就是全部都是隔音 對啦 然後我拍的時候還規定 一定要就是整個像 一座山一樣 然後倒到碗裡面 他們倒的時候都沒有關係 但是一定他要是滿滿 對 對 所以就是在裡面還會學到 我們那時候在讀本的時候 一起討論 我們還有激發出 就譬如說 我跟薇薇 穩定交的女朋友 每兩個月 我們就很興奮的 要來對發票 而且他非常正式的儀式 對 不管那一天 到底是不是什麼樣的紀念日 被發票這件事 永遠是擺在第一的 對不對 然後中多少錢 對於你的生活來說 有不一樣的價值 對 因為我們兩個好像 就是每一天 只能花一百五十塊 是 對 所以如果中一千塊 對於我們來說 就幾乎 一個星期的餐費 就省回來了 是 所以你看我們不能是朋友 不是教大家 只是在感情上做選擇 連的金錢都發費上 都告訴大家 如何精打細算 而且在第一集 我歡迎大家 在本週五的晚上十點 在台視播出 你們可以算算看 李浩依跟周薇薇 到底親了幾百次 第一集 我那天第一集看完之後 有 因為我看了完整 有 你回去看 我告訴你第一集看完 我就懂了 為什麼 演員之間會假戲真做 但是我不是說你們 我是說我 絕對沒有 絕對沒有 我們不能只是朋友 不是 多了一個 我沒有別的意思 我是說 這樣的拍法 跟這樣的深情度 這樣的真實感 怎麼可能不假戲真做 真的要忍住 所以孫其軍的定性很強 好 我現在的汗線很發 好 所以你今天穿得像浴袍的感覺來到現場 就隨時要準備 要準備拖了直接到萬袍的某一個房間等待 好的 我們請劉以豪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裡面的楚客環 因為楚客環在裡面有太多的 不管是在這個股票上面的一些專用處 甚或是在碰到周圍圍的過程當中 都有很多的經典台詞 對於劉以豪來說 拍了那麼多不一樣的戲劇 跟那麼多不一樣的女主角合作 跟這個選服的合作 跟這個選服的合作 還有這次的排詞 你有沒有什麼印象深刻的地方 印象深刻的話 太多印象深刻 所以就是 周圍不管你要逃去哪裡 我楚客環一定會追到底 對 他非常的有信心 然後他也很霸氣 也很霸道 只要他想要的 他一定會處心機率 我可以慢慢的 但是我一定得到你 他非常有自信的一個人 對 我覺得跟劉以豪本人是 完全完全不一樣 然後真的是 有時候在拍攝的時候 因為我身邊也沒有這麼有 就是有一個氣場的人 所以我其實常常都在 偷偷觀察導演 導演 對 因為導演真的站出來 他就是有一個氣勢在那裡 導演有時候真的戴個墨鏡 他一到現場 這所有人就是 立正 對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氣場真的是 不是你要學就可以學得來的 所以我都盡量一直在觀察 對 怎樣可以有那個帥氣出現 與生俱來的一種 就是 就是 能夠笑傲江湖的一種感覺 真的 而且他是輕鬆自在的 我沒有刻意要做什麼東西 對 我覺得這句說得很好 不管你要跑到哪裡 我都會追到底 感覺很像那種 情緋槍戰片當中 可以用到的感覺 因為你在裡面一直都是 你猛追 周圍會猛跑 就一直是呈現這樣的 拉鋸戰的感覺 對 有一個我覺得也很印象深刻 我剛剛在花絮裡面看到 周圍不是說 難道想我怎樣 那你就想怎樣 親我 親我 對 親我 聞我 還是到底要怎麼樣 都糾結了超久 到底要講親我 聞我還是什麼 可是我覺得聞我太文雅了 不夠霸氣 而且還有一點輕敲的感覺 或 真的是不容易 來 我們現場試一個好不好 讓大家重新感受一下 請導演再來給我們示範一下 我們請導演幫我們喊個Action 好了好不好 讓周圍會再一次開頭講一個那個 然後那個 跟我們重複一下剛剛那種說法 好不好 好 要輕挑的表情 跟帶有霸氣的氛圍 面對面 你說什麼 靠近一點 我幫你拿 我幫你拿 他說講話的時候就拿 好 講話的時候 生氣勳有時候不該主動的時候 不要主動 看了就生氣 沒你沒有在拍的時候 你再主動就好 看了就生氣 看了就生氣 動真情 那我想怎樣 瘋了嗎 是神經病啊 請你不要這麼發自內心的罵我神經病 我真的要說 我真的要說就是 就是剛剛導演還有霓虹姐說的 真的是我也是 我那時候在演的時候的心情 這部戲大家可能看到很多肉 或激情或是愛 但是我們真的要說 這也是有很大的勇氣在裡面 是 因為也不管是細節發大 還有遊松 真的這次裡面有勇氣 還有所有演員 我覺得大家就算拿出一個勇氣 挑戰自己以往沒有接觸過的角色 或是題材 對 這也是那時候跟選服很開心 可以接觸到這個故事 對 我們完全可以感受得到 因為我覺得 光是看演員在互相對戲的眼神 就已經知道 其實這個戲 跟你們以往的呈現方式 是真的完全不同 真的演戲你們覺得很高興 有一個不一樣的進階版的你們 而且在裡面有太多就是 選擇這件事情 你以為就是好 我選了 他就一定是我的 可是看了我們不能是朋友之後 才知道命中注定 不見得是命中注定 有的時候你多花一點力氣 那個的命運是會被改變的 好 欣雪姑 要不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最辛苦了 在裡面的周薇薇 不但有這麼可怕的室友 因為每天打開廁所門 都要看到室友跟不同的人一起洗澡 或者是喝不一樣的可樂或飲料 又要碰到在生命當中 有這麼多就是 你不要去硬要的一些狀況 演起來的感覺 演起來的感覺 只能說很糾結跟辛苦 就是有一種怎麼拒絕都拒絕不了 然後怎麼沒有辦法像自己規劃的那樣 順順利利的 就是人生都會有很多意外的變化 那有變化的時候 你當下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推都推不走 是 而且是真的推都推不走 我覺得如果在現實生活當中 你遇到像楚個環這種 你明明身邊已經有一個條件非常好 不管他有錢或沒錢 你如果碰到這樣的狀況 你也會想盡辦法推走 還是其實試著默默不讓另一半發現 其實當時在演周薇薇這角色的時候 就會問自己說 楚柯環到底喜歡我什麼啊 你為什麼就是一直要不放 對啊就是不知道到底什麼可以吸引到他 可是說真的如果是我自己本人的話 遇到楚柯環這種 我會去 真的 我會去 好 今天的名劇就對了 如果碰到這樣的男人 我會去 我會去 海芬姐這個 我覺得我會去這個去字 這個動詞用得很好 我會去 我會去 好 所以就是說我們是否有 這裡面有太多的很可愛的這個 經典台詞可以讓大家好好抄下來 那因為你裡面有很多不同情緒的表現 有沒有讓你NG很多次 或者是沒有辦法就是一次達到導演的要求 我記得有一次好像是要演吵架的戲 但我忘了跟誰 可是我可以再吵太多人了是不是 對 在吵架的過程中 就是明明要很生氣 是 然後我講的那句詞 台灣國語 常人都在笑 是哪一句有印象嗎 我忘記了 那時候連導演就在外面 笑超大聲的 而且沒有喊咖 因為吵架郭雪菇私底下也常常走音 會那個 有些字的音會飄掉 對 如果在吵架太正式的過程中 對 怎麼聽一聽 就會覺得 之類的 然後就是所有人都是忍不住這樣喷笑的 我就覺得這樣好尷尬 對 因為在裡面的周薇薇 她有很多 如果在第一集可以看到 後面的情緒還沒有這麼深的時候 周薇薇是一個很算是對人生很純情面對的一個女生 所以在裡面會有很多很可愛的互動 或者是很深情的一些 為對方的付出 都希望大家在我們不能是朋友當中一一的來揭曉 好